李戴的爸爸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接下来我们把老人家请出来 欢迎他 你好 欢迎您 李爸爸 现在您的身体怎么样 我患糖尿病18年了 我18年来了 都是我女儿 用她的中医学来的中医知识呢 来帮我调整 从我一样年龄的活 得了糖尿病17年18年的人都死掉了 现在我还活着 我女儿 她能够伴随我 让我能够活到现在 我感觉到很骄傲 李爸爸 我没想到您上来 竟然说 女儿也给过你那么多帮助和温暖 甚至 你觉得能够走到今天 是因为她 对你付出了那么多 所以我想这个世界 老天把我们安排成一家人 真的是有道理的 我觉得我对我爸爸的关怀和帮助 真的是太少了 我爸爸 只要我对他有一点点的好 爸爸就会放大成几百倍 其实什么都没有 都是爸爸的对我付出 李爸爸 可是那个时候 我们知道她眼睛不好 可以剪一个轮廓 人物 但是一些人物的 比如说表情 这些细节 对 你讲得很 怎么办呢 你讲得很对 因为她呢 我拿了很多的参考 像王树辉的四女画 王西乡记 我都拿给她看 说一文怎么画 怎么画 我也可以给她做示范 人家怎么画 我说 就教她 要剪古人 必须要体现古人的这个气质 那么她就看画 也是领略一方面 可是她这个真人的表演呢 在舞台上唱戏 在她去看戏 这个戏台上表演 对她很远呀 看不清楚 所以我呢 就用我自 我在年轻的时候 也喜欢表演 那么就是也学了些 这个戏曲的这个 供给动作 像小姐啊 小姐这个手指是 兰花指 兰花指 应该怎么做 走路应该走呢 走路是一条线 走路应该这样 这样走是吧 小姐走路要稳重 丫鬟走路要轻飘 要活泼 那么所以呢 我就根据我自己经验 我就这样 给她看 爸爸也真的是很不容易 对你的 老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